大家好 旅行向天堂 糟糕 旅遊世界帳 大家好 歡迎收聽 宵夜帳旅行團 我是各位的隨團領隊 Brian 前幾天我看了一支YouTube的影片 這個影片的內容是一個非常有名的航空YouTuber Sam Chui 他去參加德國漢堡的航空AIX的展 什麼是AIX的展呢 就是Aircraft Interior Export 簡單來說如果他翻成中文 就是德國漢堡的飛機內部裝飾設計展覽會 這個東西我看完他的影片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他在這裡面是會有那些各個飛機的製造商 供應商還有航空公司 然後他們去展示可能他們的下一季 比如說如果是製造商的話 他會告訴你說他有沒有什麼研究出新的一些製程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新的設計 比如說像波音跟空8 他們就會在這次的展覽當中就有展出 比如說他們有在那些機艙內的那些材質設計 可以用到更先進更輕量環保的這種材質 然後整個降低重量40% 因為我們知道如果你降低了飛機的重量 所以他的油耗什麼樣的可能有 就會相對的變得比較好 所以空8他們或者是波音他們就會展示出這些東西 那如果像是那個航空公司的話 這一次他們蠻多的就是在展出說 如果他們在針對著不同的那個艙等 比如說頭等艙 商務艙 豪華經濟艙 他們有什麼樣的不同的新設計 那如果以頭等艙跟商務艙來說的話 很簡單就是把什麼東西能夠做得越豪華 越寬敞然後什麼視聽音響做得更好 比如說像是在影片當中 他還有出現就是那種 已經有把喇叭做在那個頭枕那邊 這樣就不用帶的耳機會更舒適 然後他躺下來的時候 背後還有像是那種按摩座椅那種感覺 而且還蠻炫的就是他新的這些設計 有一些已經把那種曲面螢幕都弄上去 感覺到就是把那個家庭劇院搬到飛機上那種感覺 然後像頭等商的客人 我們可能有搭過那個阿聯酋的頭等商 你可能會知道 或者是你曾經看過人家在上面展示的話 你就知道他們頭等商會有一個類似 像小吧台的地方 然後他們也會設計說好像看起來特別的豪華 然後可以放香檳杯的位置 真的蠻炫的 然後但是呢 除了這個商務艙跟這個頭等商之外 那個經濟艙也有新的設計 就是好像應該是西班牙有一個公司 他設計出了一個這個上下層的那種 結合的設計更有效去利用空間 什麼叫上下層 我講的不是像是阿聯酋那種有什麼上層甲板 跟下層甲板那種 整個兩層的那個設計 不是喔 他是比如說那個第一排 第一排座椅是下層 第二排是上層 第三排是下層 第四排是上層 這樣子 等於就是說 你後面的那個乘客是在你的上面一點 然後你第三排又在他下面一點 我覺得這個設計真的是非常的酷炫 可是呢 很多他一開始的設計出來的時候 會被批評 因為 大家想像一下就是 你有睡過那種握鋪火車 或者是很像那種行軍床 就是上下鋪的那種 你會覺得猛一看 會覺得這個空間感覺上很狹窄 可是他的設計很有趣的是 他的下半部 就是你如果你是下層乘客的話 你的腿是可以伸直的 他就是要延展更多空間 但是不知道價格有沒有一樣 而且目前就影片上看出來的效果是 你的上半身其實會覺得有一點擁擠 因為你等於是你的前面的座位的乘客 就在你的正前方上方這樣子 所以實際上實裝之後會怎麼樣 不曉得 但是他不是只有經濟商的設置 他有一些商務艙也是這樣設計 我覺得算是蠻特別的想法 可是要跟大家講的是 這些畢竟他是一個博覽會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是概念上的東西 不一定會實裝 那我這次還有看到一些比較特殊的 就是像是一些飛機航空公司 他們在影片當中 他有展示出來 他們接下來一些合作 譬如說有一些座椅會特別的舒服 那其中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那個卡達航空 因為他們好像已經確定 跟這個馬斯克的那個星鏈 就是Starlink 然後已經簽約了 所以以後卡達的航空的 飛機上好像都蠻多的 已經可以使用那個星鏈 就等於說網路會非常穩定 大家也都知道 現在雖然有很多航空公司 他們都有推出那種 網路上可能在飛機上面 可以是用一段時間的那個網路 可是那個網路其實 就算你是付費的 都不見得很穩定 所以如果他跟Starlink合作的時候 Maybe以後飛機上面的網路 就會很穩定 那說到這個就是 我有看到有一些航空公司 或者是那種飛機的製造商 他們開始有在設計 講說怎麼樣讓這個 空中的串流會更穩定 或者是他們的影片 那個會有點像是一個 小型雲端放在飛機上 所以我覺得之後的這個飛機 這個在將來 未來的一兩年之內 可能那個設計上會 有很大很長出的改變 那在影片的最後呢 我也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除了這個飛機的製造商 還有這個航空公司 還有一個蠻有趣的那個設計商也會出現 就是呢 設計那些過夜包跟機上備品的那種 那個廠商也會來 所以我看到一些那種 藝術家那種畫風 然後畫在他們的過夜包上面 然後有不同的那個盒子的設計 我真的覺得這個 這種東西也有在展出 我覺得蠻有趣的 如果有機會 台灣可能應該沒有什麼機會 有看到這種展覽 因為這個絕大部分都是 辦在這個德國的漢堡 可是呢 說到這個過夜包啊 這一次我們三週年的那個抽獎 裡面當中的獎項 我點了一下 那天算了一下有15個過夜包 大家要知道 因為接下來可能這些過夜包以後會絕版 為什麼這麼說呢 像我這一次去秘魯的時候 我們從台北搭到洛杉磯的時候 我們是搭長龍航空 大家應該有印象 以前長龍航空他的商務艙的 這個過夜包是那個 跟REMOVA合作 就是看起來很像行李箱那個對不對 這一次我去的時候 我不確定是不是全部的那個路線 他們的所有的行點都已經改了 還是只有台北北美的這一段改了 就是我發現這一次的這個 已經不是那個REMOVA那個盒子 那現在新的那個過夜包 已經改成是一個熔布的袋子 然後裡面包的一個像是那種 皮製的這個手提袋一樣 然後這個小小的那個手拿包 裡面是跟JoJo Amani去合作的一些過夜包 那裡面的那個東西 我稍微看了一下 我覺得他眼罩的設計 是屬於很舒服的那一種 那之後有機會開直播的時候 順便給大家展示一下 那但是呢 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在疫情之後 蠻多的航空公司 對於他們的這個過夜包的一些備品 有稍微做過一些調整 比如說像有一些航空公司 可能慢慢的就已經沒有那個過夜包 那像是阿聯酋 上次那個Avis有講到 就是他這個過夜包 已經變得像是那種 牛皮子彈那種感覺 所以可以泡水可能會爛掉之類的 那這次我也有拿到一個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也許會抽到 那還有呢 我這一次從那個台北飛到L2的那個 空姐呢 有另外再給我一個 這個豪金艙的這個過夜包 那這個過夜包呢 它雖然沒有像是商務艙那麼豪華 但是它是那個Kibling 就是那個猴子包 各位知道嗎 豪金艙的那個過夜包 是那個跟那個猴子包合作的那個過夜包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所以呢 這一次啊 在我們這個三週年的抽獎當中 如果你有抽到像是長榮的那個 remover那種過夜包的話 各位可能要留好 因為搞不好之後就會絕版了 不過當然只是說可能啦 因為 畢竟這種東西搞不好 如果其他的那些旅客 或者是他們的會員想要的話 之後也許還會再度推出 畢竟那個也是行之有年的東西嘛 所以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這一支 Youtube影片上面的東西 這個航空展的東西啊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這樣子 好 那麼今天的這一集呢 當然就是要繼續跟大家分享 我這一趟秘魯的行程 因為上一次的時候 我沒有跟大家講到說 我們是要準備從馬爾多納多港 然後飛到庫斯科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去馬丘比丘 那因為呢 這個庫斯科 我們是之後回程的時候才會去 那但是呢 我們上馬丘比丘 雖然馬丘比丘相對來說 後面幾天的行程 它的海拔沒有那麼高 大概2400多 但是呢 一飛到庫斯科就是3400 所以呢 也許有一些旅客 他可能一開始的時候 身體狀況還沒有調整好 所以呢 我們就會先 開車到一個 比庫斯科低一點的 然後比那個 馬丘比丘高一點的這個城市 叫做烏魯班吧 其實它不算是一個城市 它是一個區域 他們當地人叫它Sacred Valley 就是聖谷 那這個區域呢 裡面有 蠻大的一個區塊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會先在飯店裡面住一個晚上 不特別做什麼 因為我們飛到庫斯科的時間已經是差不多下午 然後開到烏魯班吧 大概還要一段時間 然後到那邊就是吃晚餐 在飯店裡面休息 主要呢就是讓你的身體呢 可以慢慢習慣這種高海拔 烏魯班吧的海拔大約在2800多到2900左右 那隔天呢 因為我們就是要調整好狀態 然後再去這個馬丘比丘 那當然 在你還在這個高海拔地區的時候呢 這個高山症的這些預防藥物呢 還是要繼續吃的 好那接下來隔天呢 我們就要去馬丘比丘了 那這個馬丘比丘基本上是一整天的這個行程 因為我們早上呢 要先從飯店 以我們住的飯店來說呢 要先開差不多3 40分鐘的時間呢 先到這個火車站 那因為我們要先搭這個 Oyentai Temple的這個火車呢 開到這個熱水鎮 可是呢 因為我們當天啊 原本預計要坐的火車 是早上9點15分的火車 那大概開的時間 應該會是在一個半鐘頭左右 所以我們原本預計大概10點45分就會到 可是 可是就這麼的不巧 在那天就被我們遇到 這個景光火車竟然 delay了一個小時 而且呢這個delay一個小時 不是單純就只是讓你晚一個小時 是因為呢 你只要一delay 後面的 他在路上啊 都要 因為要停等其他的火車 他就必須要走走停停 走走停停 所以實際上 等我們開到熱水鎮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比原本預計 抵達的時間呢 要晚了差不多兩個小時的時間 那這個實際 實際上會影響很大 因為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呢 如果你今天 不管你是跟團還是自由行 你要去馬丘比丘 你必須要事先先上網去購買門票 然後門票上面是有預約時間的 因為如果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從2018還是2019之後呢 馬丘比丘的規定都改了 因為他後來呢 應該從2019年6月開始 他針對他整個景區呢 你的門票規定 他就已經不再是說 你什麼時間買了票進去之後 隨便你愛待多久就待多久 然後什麼時間出來 反正在關門之前出來就可以 已經不是了哦 要跟大家特別提醒一下 如果你是跟團 那這個導遊 他們公司都會都準備好 旅行社都會安排好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自由行的話 如果你要去馬丘比丘 你要先上網去登記 你要去的那個日期 然後他會有時間 大概從早上 最早應該是從7點左右可以入場 還是9點 7點9點11點 然後這樣一直排排排 排到你可以 你選到你可以進去的那個時間 而且呢 除了這個時間進去之外呢 現在也有限制 你最多最多 只能在裡面待大概3個鐘頭而已 3個鐘頭而已 所以也就是說 像我們這一次的時間是 下午2點 所以呢 我們大概就是只能在 5點之前要出來 那當然他 我記得他是5點半左右就會關門 所以你差不多那個時間就必須得出來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除了他時間有限制 進去的時間要登記 然後出來的時間有限制之外呢 在馬丘比丘上面有幾個比較重要的景點 比如說那個太陽聖殿 老陰神殿 老陰神殿還有酸日食 這三個地方他現在已經有時間的管制限制 比如說像我們這次去的時候 那個酸日食他是從早上7點開到早上10點 然後老陰神殿呢是從早上10點開到下午1點 那太陽聖殿呢目前是沒有限制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10點之後才進場的話 或者是你預約的時間本來就在10點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去參觀酸日食 那如果你跟我們一樣在1點之後才能入場的話呢 基本上老陰神殿跟酸日食 這兩個地方你都沒有辦法去 但是呢這個只能看你當初一開始的門票 預約到什麼時間 你是沒有辦法改的 而且呢這個入場時間你往回推 因為呢從熱水鎮 再搭他們的shuttle bus接駁車 上到這個馬丘比丘的入場的門口的話 大概還要30分鐘 但是雖然搭車要30分鐘 可是你可能那個熱水鎮 因為他就是那個一般車子來回來回來回來 這樣子接人 所以你可能還需要排隊等待 人多的時候 忘記有可能要等到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再加上你還要看從你的飯店 如果像我們一樣從烏魯班巴 其中的一個飯店 再從Oyantay Temple搭景觀火車 還要再抓一個半小時 所以你時間上要抓得非常準 雖然大家可能想著說 那如果搞不好我預約到很早的時間 那我就可以很早進去 可是各位想像一下如果你預約到了 是早上9點好了 所以你至少要先抓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從那個底下熱水鎮的地方搭巴士 OK那就是 9點的話我們就要8點 那8點你如果再跟我們一樣 再從那個Oyantay Temple搭火車的話 你大概還要再抓一個半小時往前 也就是說呢 你大概至少要是7點甚至6點半 你就要抵達火車站搭那個時間的火車 那你想想看你從你的飯店幾點要起床 所以實際上我們規劃的當中呢 你對於這些時間東西要抓得很準 因為正常來說 你如果過了那個時間 你的票就不能用了 當然你說它會不會通融 這個我不確定 因為我們不會想去嘗試這件事情 但是各位要先了解這件事情 當然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不一定要住在烏魯斑巴 你也可以選擇住在熱水鎮 那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這個熱水鎮 它為什麼叫熱水 其實它就是那個溫泉水 所以他們在這個地方其實是有一些溫泉的 但是我們不會刻意來這個地方泡溫泉 除非你住在這裡 那這個地方呢 算是他要上馬丘比丘之前的一個中繼站 那對我們遊客來說呢 這邊會賣很多很多的紀念品 像是一些銀士啊 那個草泥馬的那些娃娃啦 一些冰箱貼啊什麼 在這個地方很多很多 而且呢在這個地方看起來就有一點像是那個 酒糞 看起來有點像酒糞那種感覺 就是蜜乳的酒糞那種拍拍照什麼的 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因為我們原本依據十點半 然後我們兩點要進場 中午還要吃飯 本來想說在去吃飯之前還有一個多小時 可以在這邊先逛一下 後來發現完全沒有時間 還是因為靠著這個導遊的人脈 所以我們能搭上 馬上搭到第一半的巴士 上到馬丘比丘 而且呢還好我們的餐廳呢就在這個 馬丘比丘的門口 所以呢我們剛好一點左右抵達餐廳 吃完飯兩點進去抓得超級剛好的 當然如果各位對於 價格方面沒有那麼敏感的話 我會推薦大家 在馬丘比丘門口 有一個貝爾夢系列這個 算是很豪華的一個飯店 據說一個晚上可能要三五萬一個晚上 你可以直接住在馬丘比丘的門口 那你就愛訂到什麼時候 你就算訂早上七點都沒有問題這樣子 那也許你會看到有一些旅行社呢 針對這個東西他們會跟你講說 可能會有兩次的進場 那也許會需要住在 沒比熱水陣 或者是比較近一點的地方 因為如果像我們一樣住在烏魯班吧 說真的真的讓你兩次進場 你還是要七早八早爬起來 我覺得會蠻累的 那這個部分如果是自由行的話呢 那你們可以自行斟酌一下 好那說回到我們的行程 我們回到這個地方呢 一點吃飯然後兩點的時候準進場 那先跟大家講 在這個我相信各位都一定看過 這個馬丘比丘的照片 就是有一個老人的面孔在後面 那個側躺的很像躺著的那個老人的面孔 然後前面是他的那些遺跡石頭堆起來那個樣子 可是實際上呢 你要走到那個拍這一張照片的位置呢 要先從入口處呢 要走一些樓梯往上 那因為那個海拔大概兩千多 其實沒有真的比平地傳到哪裡去 但是因為他都是高高的石頭階梯 所以爬到上面的制高點往下拍的時候 其實真的還蠻傳的 真的還蠻傳的 所以其實秘魯 我覺得整趟的行程對我來說 我覺得秘魯相對於我們家的這些行程來說 算是比較需要一些體力的 再加上他有高海拔的這個考量 所以我建議大家能早點去 如果你想去的話能早點去就早點去 然後呢在這邊在秘魯幾乎所有的景點 尤其像是馬丘比丘這種地方 一定需要有導遊 一定需要有導遊 所以你基本上進去的話 他應該都有配那個 當地的那個導覽人員 我印象當中是這樣 因為我看每個人幾乎都有 可能有帶一個人兩個人的 也有帶一群人的 像我們一樣的 他都會有一個導遊 好像不能讓你自己自由的亂走 這樣這個我不是很確定 那我如果有機會要再查一下 好然後呢爬上去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那個非常經典的景點 就是這個馬丘比丘的那個 背後一個山 像人臉一樣的山 然後前面有遺跡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馬丘比丘 馬丘的意思是老 那個比丘的意思 pichu的意思是山 machu是老 pichu是山 machu picchu就是老山的意思 很老的山 可是呢 雖然我們講這個遺跡是馬丘比丘 可是你後面看到的那座山 就是長得像一個老人臉的那個 那個不是馬丘比丘 那個是一個新的山 馬丘比丘是你面對那個老人臉的山 的時候 背後的那座才叫馬丘比丘 所以呢很多人就覺得 哦那就是馬丘比丘山 不是那個是新山 我們老山在我們背後 所以這個是大家比較容易 誤會了一點 很多旅客也是到那邊才知道 然後你拍完照之後呢 就會順著那一個 呃 階梯呢下來走 因為他們呢在 呃 整個馬丘比丘 其實他們最重要的是 他們會 依照原本自然環境 當時的印家人就是依照原本的環境 然後把石頭一個一個雷起來 那如果是人居住的地方呢 他們一般人居民居住的地方 他們就會把石頭可能沒有弄得那麼精細 就是比較粗糙一點 然後如果是像是神殿 既是用的那種場所呢 那個石頭就是磨得非常的平 非常的光滑 完整 然後 細緻到那種一張紙都塞不進去的那種感覺 所以 這個東西呢 當你一步一步跟著導遊的導覽人員 往下走的時候呢 你在一路上看到那些石頭 都會非常的清楚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地方就是拿來做 祭祀場所 有些地方就拿來住人的 所以呢在這個整個馬丘比丘的 參觀過程當中呢 你在這個 過程你就會發現 在這些東西的建築當中呢 可以看到印家人的這些 造橋鋪路的這些實力 可是 還是要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印家呢 如果你用當時的年代 去看印家人製造這些東西的能力呢 可能你會覺得沒有什麼厲害的 因為12到15世紀其實 西方已經進入了文藝復興的時代了 可是呢 在對他們來說 對印家人來說 他們過的還是很像那種 新石器時代 舊石器時代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們是沒有輪子的 在他們的世界裡面 沒有那個輪子 沒有馬 他們唯一的那個動物呢 就是那種什麼草泥馬 所以你要想想 蓋起來這種馬丘比丘是有 多麼的不容易 所以呢 我們就跟著導遊 繼續看這個遺跡 然後看那個有三個窗戶的那個神殿 所以就是來到這個地方 拍幾張紀念的照片 然後看這個遺跡 然後慢慢走出去 那其實呢 如果你跟我們一樣 就是順著這樣子的參訪路線 先爬到上面去拍團體照 然後呢 再走這個 沿著這個參訪的路線 階梯往下走 去這個神殿裡面參觀 然後順著這個方向呢 這個遵行的方向走到出口 其實兩個小時 兩個半小時 其實是差不多的 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 你不用特別擔心說 這個時間會不會不夠 當然如果你要 一個點要拍那種 一兩百張那種照片的那種 我就不確定了 但是如果順順的 這樣子參觀下來呢 其實是差不多了 但回過頭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其實他們現在之所以會 這個管制呢 是因為有的時候呢 以前在2019之前 他們這個遺跡呢 因為太多人了 然後很多人進來又不走 所以這滿滿都是人 其實你也很難拍照 所以他管制有缺點 當然對我們來說 有時候有些地方 你就不能去去看 但是也有優點 因為你就不會完全 那滿滿都是人 你沒有辦法拍照 再加上他有的時候 你知道有些遊客 那個品性比較差 就會去拿一些什麼 尖銳的東西 或在這邊弄道紙義遊 什麼之類的 所以呢 對於文化遺產的保存跟延續 所以秘魯政府才決定這樣做 好那 這大概就是馬丘比丘 可是呢 我們剛才前面講的是 我們的行程 一般旅行團的行程 是從烏魯斑巴 然後去到澳陽台Tembo 然後搭景觀火車到熱水鎮 然後再從熱水鎮 搭巴士上馬丘比丘 可是呢 還有一個比較Hardcore的玩法 就是呢 有一些背包客 有一些人呢 他們會想要走 所謂的印加古道 那這個印加古道呢 就是從澳陽台Tembo這個城市 完全不搭景觀火車 然後直接用步行践行的方式 一路走上去 走印加人過去走的那個道路 走到馬丘比丘 那要走多久呢 跟大家說 如果你從最早一開始的 歐陽台Tembo那個點開始走 大概 大概 要六天五夜 你沒有聽錯 走六天五夜 所以在歐陽台Tembo 你在搭火車的時候 你有時候在火車站的附近 你會看到有一些人 穿著紅色的衣服 背著紅色的背包 那那些是什麼呢 那些是挑夫 那幫你 就是如果你要走印加古道 但是你不想要自己背東西的話 你可以顧緊這些人 幫你背那些什麼帳篷啊 那些煮東西 吃的東西 然後那些反正就是 他負責幫你背行李 然後你就自己走這樣子 那當然 一定要走這個六天五夜的 有沒有短一點 其實也有 有短一點的是從 這個景觀火車的附近的 某一個點開始走 大概是四天三夜 大概是四天三夜 還有一個 據說啦 從熱水鎮某一個點 開始往上走 某一個點開始往上走 大概差不多要走一天 走一天 那真的就是從馬丘比丘 那個方向走進來 就是我們說 面對這個 標準的那個景觀 明信片那個畫 那個照片的樣子的背後 那個真正的馬丘比丘老山 從那個角度走上來 算是一個非常 有點像是在走朝聖之路 但是就是他叫印加古道 如果有一些人 我相信我會聽眾 曾經走過這條路 你就知道還蠻硬的 而且真的還蠻喘的 我有聽我們其中一個聽眾說 他有走過印加古道 我真的蠻佩服的 但是一般旅行團 當然不會走這麼 Hardcore的路線 所以我們就是搭景觀火車 然後這個景觀火車 就是那種上面 會太陽照的進來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那種 大概搭一個半小時 然後路上還會給你 那些餅乾點心這樣子 比較輕鬆的方式 然後到了熱水鎮 然後再上去餐館 那我們回程呢 就會有一點時間 因為回來大概五點多 那看你回程的火車 大概是幾點 因為基本上 回程也會是同樣的原路返回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搭 六點出頭的火車 所以我們五點下來的時候 還有一點時間 可以在熱水鎮買一點紀念品 買一些小東西 然後就會回到 我們的Orientai Temple的火車站 再搭我們的遊覽車 回到我們的飯店 休息 那麼結束了這個馬丘比丘的行程 隔天我們就準備要從烏魯斑巴 一路開車回到庫斯科 那在回去的路上 我們會在路上參觀一些 當時印加人所留下來的一些 算是遺跡也好 或者一些他們人工製造出來的景觀 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他們有一個方形的鹽田 就是在一個小山谷裡面 裡面有很多的一塊一塊一塊的鹽田 那為什麼會有鹽田 而且這邊產的鹽是海鹽 因為其實整個安帝斯山脈 在很久很久幾千萬年前 它是在海底 然後因為這個南美板塊 跟另外一個應該是太平洋板塊 就兩邊一直擠壓擠壓擠壓 慢慢就變成這個安帝斯山脈 這樣推推推擠起來 所以實際上呢 馬丘比丘烏魯斑巴這一塊 這個山谷當中呢 其實以前是在海底的 他們就是有一些遺跡的證據表明了說 比如說有一些貝殼啊什麼的 所以這些 這個像是我們後面要去參觀的 那個滴滴克克湖 那上面 還有它上面的一些小的湖啊 其實都是算是偏鹹水的 所以他們在這個地方呢 他們就是硬家人利用這些 湧出來的泉水呢 然後把他們引到一塊一塊的地方 然後讓他們在這個地方曬太陽之後呢 產出來就可以產出很多的鹽 然後他們就固定在每年的乾季的時候呢 就會去曬這些鹽 然後一直到現在呢 現在這邊的家家戶戶啊 一個人大概以那個 鹽田大家都知道是一格一格的嘛 一個人大概就可以 一個家庭大概會有三五個 所以他們乾季的時候就會去曬這個鹽 然後做成那些可以吃的鹽 或者是一些比較 他們也有分比較多種的等級嘛 就比較粗一點的啦 比較細一點的啦 品質好一點的啦 有一些拿來吃的啦 或者有一些拿來做一些其他用途的 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去那個地方呢 就會參觀然後下車 現在基本上呢 好像不太能走到鹽田裡面 你可以遠遠的拍照 但是現在呢不能走到鹽田的裡面 那它也它看起來有點像那個土耳其的那個棉包 但是會相對來說比較偏有點土色 那我們是再遠遠的去看 那路邊有賣一些他們紀念品的一些鹽 其實它的門票本身就會包含送你一包鹽 所以我們去參觀這個方形的鹽田 而且很有趣的就是它產的是海鹽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去參觀一個圓形的梯田 但通常一般行程是有這個圓形的梯田 可是我們這次沒有去 因為在我們去之前呢 大概一個多禮拜之前 這個秘魯有一個比較大的地震 所以它那個地方有稍微有一點影響 就沒有去到 那我們去到的是羊台Temble的另外一個印家的遺跡 算是一個小村子 但是你會看到的東西差不多 只是那個圓形梯田它是圍起來是圓的 那這個梯田呢 跟我們概念上的梯田 有一點點像 它就是用石頭雷起來的一個很像陽台 其實你在馬丘比丘的時候就會看到 那在這些陽台之上呢 它有兩個功能 這些陽台呢 第一個功能就是做好水土保持 把那些那個土壤呢 跟石頭呢固定 讓它不會很容易就崩塌下來 所以馬丘比丘之所以這些椅跡可以維持那麼久 一部分就要歸功於印家人 他們對於這些石頭的陽台鋪起來 這些穩固的效果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除了這個穩固效果跟還有排水之外呢 他們在這個上面還可以種東西 他們就會把他們的一些植物啊 分層去種在上面 因為這個圓形梯田為什麼很神奇 就是呢 印家人很早就知道不同的海拔高度 適合種不同的東西 比如說 什麼高度適合種玉米啊 什麼東西適合種這個馬鈴薯啊 然後什麼地方適合種藜麥啊 基本上都是馬鈴薯跟玉米 然後交互之間這個季節變換的時候 或者是海拔變換的時候 他們就種藜麥 所以呢 在蜜乳吃東西 基本上你每一餐 每一餐 你都一定可以看得到玉米 或者是這個馬鈴薯 或者是藜麥 你絕對看得到這三樣 蜜乳食物的三寶 一定會看得到 好所以我們去參觀 鹽田 還有這個梯田 然後呢 在路上呢 我們會回到庫斯科之後呢 我們還會去參觀一些市區觀光 比如說像 San Pedro中央市場 那這個San Pedro呢 其實就是聖彼得 那個西班牙的發音 San Peter San Pedro 所以中央市場 那這個中央市場 就是有一點像是賣衣服啊 小東西啊 水果 市場沒有很大 然後你就可以在裡面看到一些賣果汁啊 等等之類的 不過 因為我們的時間相對來說沒有那麼充裕 所以這個市場呢 我們沒有停留很久 可是呢 如果你即便你停留很久 這個果汁啊 不是很建議大家喝啊 那因為你如果想要試一些 這邊當地比較特殊的一些果汁呢 在一些餐廳裡面都會有 比如說像是 當地比較出名的百香果汁 或者是紫玉米汁 這些東西餐廳裡面都點得到 不見了一定要去市場喝 當然可能價格比較便宜 但是衛生狀態不保證 所以各位如果去市場的話自行斟酌 另外在庫斯科的市區呢 還有所謂的太陽神殿 就是他們有一個遺留下來的地方 但是這個太陽神殿現在已經算是 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後呢 已經改建成像是教堂一樣的地方 但他們的底座都還是這些神殿 因為就如同馬丘比丘一樣 這些神殿它的底座都非常的穩固 就是那種很細緻磨得很平滑的 這是如果大家看過一些秘魯的介紹 你就知道還有那個十二角石 就是整個石頭切割成有十二個邊 然後堆疊在一起 那非常的穩固 非常的細緻 那個工藝都非常的好 所以那個西班牙人也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就會把這個太陽神殿的底座都留著 上面來打掉 然後在上面呢 穩固的地基上面蓋他們的教堂 所以呢這個太陽神殿呢 就是局部留下來的地方 那當然來到庫斯科你一定不會忘記或者是錯過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中心最大的一個廣場 也就是武器廣場或者叫中央廣場 那在這個地方呢 因為我們可能餐廳啊 或者是他們很重要的一些商店啊 或者是那些賣羊駝的紀念品店 什麼都會在上面 所以武器廣場是一定你不會錯過的地方 而且他們的那個主教堂座跟那個大教堂都在那邊 所以呢這個是也算是一個大部分觀光客會聚集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的飯店其實呢 也在這個離廣場不遠的地方 因為通常來到庫斯科啊 建議大家一定不要住離這個中央廣場太遠 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是呢 中央廣場附近的那些店家 不管是那種羊駝相關的東西 或者是你要吃飯的那些餐廳 都集中在這個中央廣場 也就是武器廣場附近 所以如果你住得太遠啊 有的時候你要逛 晚上要出來逛逛的話什麼會比較不方便 那第二個呢 是因為這個武器廣場周邊呢 治安相對來說比較好 因為他們這邊會有比較多的警察 可是如果你住到像是那種中央市場附近 你可能會覺得很方便 但實際上那邊的治安相對來說沒有那麼好 因為其實秘魯的經濟狀況並不是非常好 所以呢 他不能說整個國家 大致上的還算是安全 可是呢 有一些地方相對來說可能觀光客也多嘛 所以可能小偷啊爬手啊什麼這些東西 一定會比較多 所以呢 建議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不管你是跟團還是自由行 建議大家 住的地方呢都可以挑這個武器廣場的周圍 這樣子你晚上無聊的時候也可以出來逛一逛 那當時呢我在這邊的時候呢 也有在錄了一支影片之後呢 會找時間把它稍微整理整理之後呢 放到這個YouTube影片上面 如果各位有空的話呢 我會跟大家講說你們可以上去看一看 好那麼回到庫斯科呢 整個整理行程 然後回到飯店之後呢 大家打理打理吃完晚餐之後呢 我們就要準備休息了 原因是因為呢 在這一天呢 我們要養足非常好的體力 跟這個精神 跟還有身體的狀態 為什麼 因為隔天呢我們就要去一個重點亮點行程 而且是很辛苦的行程 彩虹山 好 這個彩虹山呢 其實是我們這一趟行程當中啊 我個人覺得 相對來說 大家可能會比較擔心的一個景點 為什麼比較擔心 是因為啊 整趟行程當中 海拔最高的點 就是在這個彩虹山 因為它的海拔標高是5000公尺 平均海拔4800 但最高點會是到5000公尺 所以呢 有一些人會比較煩惱這個高山症的問題 但實際上 就我們這一次的這種感覺 跟團員的反應來說 基本上只要你高山症的預防藥物有吃 大致上沒有什麼不太舒服的地方 我好像有聽到有一個團員 稍微一點點 有一點點頭痛的感覺 但是很輕微 但是因為我們不會在彩虹山上面待太久 因為以導遊的說法 他不建議旅客在上面待超過三個鐘頭 因為你的身體會慢慢進入一個缺氧的狀態 你會越來越不舒服 所以通常我們在彩虹山上面 大概只會待兩個鐘頭左右就會下山 好 那麼我們就從庫斯科 其實這一個地方很遠 從庫斯科開車到彩虹山 差不多需要三個半到四個鐘頭 所以我們隔天早早就要從飯店的餐廳 你可以拿這個餐盒在車上補眠 然後你要不要吃 隨便你開到路上 你要補眠也可以 在車上吃東西也可以 然後我們中間會提一個地方休息 然後在這個地方你就可以 稍微的吃一點早餐 上個洗手間然後繼續開 差不多三個半四個小時之後 抵達彩虹山的三角下 然後三角下 為什麼提到三角下呢 是因為那個上面的地方 彩虹山真的要拍照的位置 是沒有辦法開大車上去的 那要怎麼樣上彩虹山呢 有三個方法 現在有三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很簡單 就是步行 步行 你從彩虹山下車的位置 走到上面就是那個單轄地貌 因為彩虹山其實就是以前 它原本冰沒有顯現出來 後來是因為那個冰川 那個氣候天氣暖化了嘛 那個冰川融化了之後 這個單轄地貌露出來 那這個被水啊 河水切割之後 不同的礦物質沉澱之後 出來的這種岩石的樣子呢 有一個比較好聽的說法 叫做單轄地貌 那個東西在大陸好像也很多 但是因為我沒有去過 但是這種叫做所謂的單轄地貌 如果你要去拍的那個拍照的位置 大部分你看到彩虹山的照片的位置呢 都是在那個景觀點 它有兩個觀景台的地方 那你從下車的位置去到觀景台 如果用走路上去的話 大概要走一個多小時 其實不是它很遠 而是它很高 你走路的時候會有一點喘 從下往上走的話會比較喘 那所以呢 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有一些 以我們像我們家的旅行車的話 它會安排你騎馬 騎馬 後來的話呢 就變成有騎摩托車 像我們這次上去的話 就搭的是摩托車 而且那個摩托車是那種越野摩托車 當然不是你自己騎喔 不是兩個人一台自己騎喔 不是 因為那個越野摩托車在這樣那個路 不是特別的平緩 所以呢 它是有一個駕駛載著你的 所以比如說像我們15個人 就會有15台摩托車 15個摩托車的騎手 載著旅客上去 那上去如果你是騎摩托車 大概2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 十幾二十分鐘就會到 那如果騎馬呢 大概是步行了一半時間 差不多可能三四十分鐘 因為馬也是上坡嘛也是很喘 所以上坡要上去景觀點的時候呢 你可以選擇走路騎馬 或者是現在有這個摩托車 那騎馬跟摩托車是多少錢呢 差不多單程的話 如果你要上去的話 大概是100塊錢的索爾 就秘魯的錢 換算成台幣大概800多900 那如果你做來回 就是你上去也做下來也做的話呢 回程的話算你半價 所以說來回的話變150 所以就差不多是13400左右吧 差不多是這個數字 那至於說你要不要大家回程 無所謂 因為像我們這次也有蠻多人 因為旅客相對來說比較年輕 而且下坡會比較輕鬆 下坡會比較輕鬆 你可以走下來 或者是你回程的時候呢 一樣也可以選擇騎車 那我這一次自己也是跟著大家一起用 走路下山的話 差不多回程要走大概45分鐘左右 那大家想一下我下坡走45分鐘 那如果是上坡 你大概是一倍的時間 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左右 差不多 那上去這個景觀台呢 如果假設你沒有特別想要往上爬 因為有些人覺得那彩虹山 一直聽說人家到了上面之後還要爬樓梯 說實在的它有兩個景觀台的原因 就是因為假設你不想要走樓梯 你不想要橫喘 或者是你就不想要讓自己那麼辛苦的話 它第一個景觀點其實是平的 就是你騎著摩托車或者是騎馬上去之後 從你下車的地方下馬的地方 走平的地方過去 就可以拍到那個單峽地貌 就是那個彩虹山的樣子 那至於說你要不要往上爬 那個往上一點的至高點呢 是可以從上往下拍 view更好 但是呢就是要爬一些樓梯上去 我這一次是沒有爬上去 因為人我覺得有一點多 而且我有一點穿 所以我呢跟導遊在下面幫大家拍照 然後在那個地方休息 那當然如果其實我聽上去的那些旅客說 其實真的你慢慢走也沒有很穿 沒有想像中什麼三步 三步穿兩步這樣子也沒有 但是就是慢慢走就可以了 不過海拔高真的是比較辛苦一點點 而且上面會冷 上面會冷 因為我們這次去的時候已經是 好天氣大太陽了 但是你還是要穿羽絨外套 因為畢竟它是海拔5000公尺 所以呢溫度是蠻低的 但是如果你的上去的時候是陰天 那就很難說了 而且呢彩虹山我們在很多的這些 旅遊的照片裡面 都會看那個彩虹的顏色非常非常明顯 但是要跟大家說 那要看運氣 如果你前一天或很久都沒有下雨 然後又有那種風沙的話 它可能沒有那麼漂亮 而且其實有很多那個彩虹山的照片 都是另外調色過的 實際上它沒有真的這麼這麼的鮮艷 但是還OK 如果你遇到的天氣 尤其是如果前一兩天都是下雨的話 你去的那天如果是晴天 那顏色是最好的 那我們這一天去的時候是大太陽 所以顏色算是不錯 算是不錯 那如果遇到陰天或者什麼的話 就排起來可能沒有那麼好看 那因為排隊想要拍照的人 在某一個特定點拍照的人會很多 所以你可能需要排一下對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彩虹山呢 我們差不多從到了那個山腳下 那我們坐摩托車大概20分鐘上去 10幾20分鐘上去 然後呢走到景觀台 你大概還有差不多一個小時的左右 可以去拍照 排隊拍照 或者是走到上面去拍照 然後再下來 然後再慢慢走回來40幾分鐘 在那個地方 他們底下呢一樣 因為在這裡也是個觀光景點 比較新興的觀光景點 所以在底下他們也會賣一些紀念品 然後也有那個付費的廁所 在這地方 上洗手間要付費 大概可能是1塊或2塊錢的索爾 反正索爾跟台幣的比值 1塊索爾大概是8塊多9塊 大概可以算一下這樣子 所以呢 這個就是彩虹山的行程 然後結束之後 差不多兩個小時兩個半小時左右 差不多就可能準備要回程 那在一路上呢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秘魯的山水景色 然後他們滿山遍野的都是那個 洛馬草泥馬 羊駝 都是這些東西 你就想像一下很像是那種 瑞士或是那種花蓮 然後滿山人家原本都是羊妹妹 他這邊都是草泥馬那種感覺 所以就是到處都是這種 很可愛的動物 所以為什麼以前秘魯為什麼沒有馬 他們看到西班牙人騎馬來的時候 覺得很驚訝 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動物 他們都只有草泥馬這樣子 好然後我們就一路再開 差不多3個多4個小時的時間 回到庫斯科大概是 以我們早上清晨 我們那天是大概5點多就出門 然後呢3個多小時 去到那邊大概9點多10點 然後上去3個小時才1點多下來 然後再開到餐廳吃個中飯 回到庫斯科 差不多是下午4、5點左右 然後呢我們就自由活動 就自由活動 然後大家可以自己去街上逛街 然後晚上約個時間吃飯 帶大家去看一下那個十二角石 等我把影片整理好上傳 你們就可以看到我帶大家 用影片的方式 再看一下武器廣場 順便看一下那個十二角石 長什麼樣子 差不多 那今天的節目 就先把秘魯的這一段行程 再繼續講到這邊 因為一轉頭一看 現在這個時間又已經四十分鐘了 我覺得節目長過 差不多安德牌在這邊 後面的話呢 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我們會搭車到普諾 去看這個滴滴卡卡湖 還有包含這個帕拉卡斯 也就是納斯卡線的飛行 還有這個鳥島 還有最後一天的利馬的行程 還沒有講 那之後呢 下一集再繼續跟大家分享 這個秘魯的行程 今天的節目就先到這邊 如果大家對於秘魯在 我們這段行程當中呢 你對這個景點啊 或者在行程安排 或者時間上有什麼不懂的地方呢 都歡迎各位可以在 消息上旅行團的IG 或者是Facebook上面 私訊或者是留言 直接問我 我可以有時間的話 或者是我知道的話呢 都一一的給各位回覆 那如果各位喜歡像今天這樣子 對於我每次帶團的這樣子的 行程分享呢 不管各國的 或者是中亞的 秘魯的怎麼樣的行程分享 你喜歡這樣的內容的話呢 都希望各位可以到 消息上旅行團的 Apple Podcast 或者Spotify呢 幫我留下你的五星評分跟留言 那今天的節目呢 就先到這邊 消息上旅行團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